好 刚刚说火腰味 接下来是真的热 今天小暑不过感觉已经热到大暑等级 还要热多久呢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主播钱力如 好 非常谢谢安琪 相信大家走在外头都有发现 这天气实在是非常非常炎热 刚刚安琪问还要热多久 未来几天呢 至少有三天 还是像这样子一样 午后没有什么降雨 所以未来几天大概都是这样子 水气少 而且高温非常炎热 所以刚刚安琪有提到 今天是小暑还真的让大家很有feu 你可以看到全台湾几乎都亮起了高温灯号 特别是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在中午的时候 在台北的摄子岛这个地方 已经出现了38.1度的高温 特别要注意的是气象局持续针对 北北基还有屏东这四个县市 是要留意像这样子 有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出现 另外你可以看到像是在整个花莲 桃园 苗栗 台中等等其他地区 也都亮起了橙色灯号跟黄色灯号 代表今天都要注意 其实尤其现在是两点多三点多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 所以提醒大家出门在外 记得多补充水分 而且要记得防晒 千万不要中暑了安琪 对 说到中暑这件事情 昨天台中就传出有远景 中暑还没脱离险境 今天再有一个状况 是有骑士在半路热到趴 还好巡逻远景及时帮忙送瘾 旅士停在路边全身无力趴在车头 眼看情况不对 巡逻警方马上上前关心 去医院检查一下好不好 我们比较放心 没事啊 骑士说话又起无力 好像随时都会晕倒 警方请他先坐到路边休息 并且呼叫救护车职员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中台路上 当时正直中午 气温飙到三十六度 暖心人紧失落 看到证明骑士不舒服 停在路边马上停车帮忙 眼看骑士不断冒冷汗 身体战斗 警方直觉他中暑了 他原本爬了在机车上 救护人员活泊倒茶 马上将人送医 果真证明骑士因为热伤害 导致急性肾脏衰竭 信号送医治疗后 減回营命 而全台气温不断飙升 六号中午台中气温 也将近三十六度 外在雾峰一处拔场 就远警在执行勤务时 疑似天气太热重暑昏倒命危 紧急送医抢救 远警经过医院抢救 还是得依靠液克膜呼吸 情况非常不乐观 根据卫福部统计 截至七月五号为止 已经有136人 因为热伤害作医 有医师建议天气热 一定要做足防晒 补充水分 要是有中暑症状 应该立即就医 避免急性器官衰竭 有生命危险 TPBM新闻 旅正车辽反应 台中采访报道 好那么今天最热的呢 目前是台北社子岛 在十一点半的时候 测到三十八点一度的高温 机关署也有一些提醒 我们联系给记者林立 好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小鼠 全台十七线市高温警戒 恐怕会冲破三十八度C 机关署统计 截至今年六月三十号 六十五岁以上族群 因为热伤害就诊 累计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六人次 大约是去年同期 就医人次了一点二倍 国际署提醒 长辈比较难适应温度的变化 加上常有慢性疾病 遇到高温容易让病情恶化 这时候如果不爱喝水 或是正在服用 影响体温控制出汗的药物 造成体内热能 无法顺利排除 就容易有热伤害的情形 国际署提供三招预防室内热伤害 像是保持凉爽 穿着宽松凉爽的浅色衣服 并适时开冷气 再搭配电风扇来降温 再来是勤浮水分 定时定量的喝水 不要等到口渴才喝 这状的是身体疑似 出现热伤害征兆时 像是体温升高 皮肤干热变红 心跳加速等等 务必迅速设法 保持凉爽 降低体温 饮用加入少许盐的冷开水 或电解汁饮料 并且视情况立即就医 主播 好 例如这么热的天 都需要多喝水 可是有中医师提醒 要记得除湿 这什么意思 又要怎么做呢 例如 好 没错 因为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天气很热 我们有时候就不大想动了 运动量下降 可能就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变重了 我们就来看 尤其是消化系统 非常容易受到湿气的影响 包括天气比较超湿的时候 你又吃太多冰凉跟生冷的蔬食 就会出现刚刚安琪所说的 体内湿气太重 体湿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会导致消化不良 排便不顺 头昏 脑胀 疲倦 而且精神不容易集中 所以我们来看 中医师告诉我们 其实有一些食补的方式 可以帮我们 顾脾胃跟排湿 包括四神汤 红豆艺人跟绿豆艺人 都是不错的 另外几件事情 要特别注意 平常一定要避免 过量的吃一些冰品跟饮料 看电视 记得每半小时 要起来活动一下 做一些简易的肌肉训练 让湿气可以经由汗水排出来 才不会导致有体湿的状况出现 好 所以接下来这状况 可能不太正确 不过大家好想赢 台南上午举办了 吃芒果冰大赛 上午的预赛 那位第一名是吃到 连汤匙都挖断了 近时开始 两位参赛者面对面 埋头狂挖狂吃 忍着头痛 把整碗芒果冰吞下肚 不过这位大哥你也太用力了吧 啪一声汤匙断了 不过没时间质疑 挖冰手速越来越快 第一名果然就是你了 我看这段时间还断了 对 我开始 他在平常定了 听到主任了 你来先 八分一下 参赛第二次已经很有经验 7号早上10点 台南举办议长杯吃冰比赛 现场45位参赛者 比谁吃最快 虽然炎炎夏日吃冰正爽快 不过冰在嘴里都还没融化 就得吞下肚 每个人都吃到头下巴巴 另一边大排长龙 3000份芒果冰免费发放 不过冰还没吃到 民众已经热昏头 拿着扇子狂扇撑阳伞 依然抵挡不住大太阳 热啊 很热啊 对啊 每一年都很多人 对 很热 小朋友会急得要想要吃饼吗 对 他还蛮期待的 后台200名工作人员手不敢停 狂销将近3000斤芒果 台南是全台芒果最大产区 进入盛产期 今年中小果偏多 不过果肉更甜 因为要拿我们的米青椒芒果 我们今年要三千斤的芒果 芒果 要让我们这些佣金大家来品尝 吃冰比赛连续举办12年 每年人潮越来越多 就算吃到头痛 还是要一口一口往嘴里塞 甜滋滋的芒果配上创冰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导 不过接下来 例如我们要讨论的 我自己是有一些意外 原来现在也还在流感的流行期 要注意什么呢 例如 好的确我也蛮意外的 主要是要注意有三大症状 跟四大的危险租区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统计数据 有上周的流感新增病例数 有26例的重症 11例的死亡 特别我们来看到 11例死亡里面 有10例都是没有接种 流感疫苗的 那我们就来看 现在疫情还在高原期 有哪三大症状呢 包括呼吸困难 呼吸急速 还有发干的这个状况 就要尽速的就医来 依照医嘱服药 而且这样子才能降低 这个并发重症的风险 那另外哪四大危险族群 包括65岁以上的年长者 婴幼儿 慢性疾病患者 还有孕妇呢 都要特别注意流感剂 现在还在高原期 那除了流感之外 我们要注意的是 小朋友要注意 千万不可以轻忽肠病毒 所以呢 要注意家中的环境清销 亲洗手跟咳嗽的礼节 另外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还有如果呢 发现小朋友 真的是生病了的话 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 要帮他请假 不要到课堂上 又传给其他的小朋友了 案情 好 现在丽如的说明 那么这么热的天 大概很多人 是待在密闭室内 享受冷气 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 别只注意冷气够不够冷 如果冷气机滴水 产生噪音啦 打扰左邻右舍啦 可能会被罚钱 冷气滴滴答答 声响持续 白天还可以忍受 但到了晚上 就会影响睡眠 让人崩溃 夜不成眠 民众讲应该是这一台 对啊 好 应该是这一台 对啊 它冷凝水滴到地面 恐怕应该会污染到 那个地面环境的卫生 机查人员受到证据 会来到现场确认 滴水状况 一旦属实 将会对冷气所有者进行劝导 如果在性情内民众没有改善 将会开罚 那我们这边会依法 先开启劝导改善 那如果你 限期期内 能未完成改善的话 那我们这边 会依照那个污染环境行为 会进行开罚 依据新北市环保局统计 每年的冷气噪音成型 有460件 不过大多都在限期内改善 真正开罚的 每年只有4到5件 而台北市统计 去年5到10月 民众反应冷气噪音 达243件 滴水层情则是621件 那如果有滴出来的话 我们也是会依法限期改善 那限期的期间大概是7天 那7天之后没有改善的话 才会依法出以 大概1200到6000元的罚还 那两侧的军人噪音结果 如果是有超出这个 噪音管制标准的话 我们就会对这个噪音免得 可能所有人或是来源 就是去限期它改善 预期还没有改善的话 我们就会依法处理 3000到3万元的罚还 真的冷气滴水或是噪音事件 才发金额不同 而大多因为设备装设在室外 住户如果没有主动检查 很难发现冷气机有滴水问题 或是噪音状况 通常都是经由其他人通知 夏天到了家家户户都会开冷气 不过以环保局来说 他们接到的冷气噪音 或者是冷气滴水的陈情事件 大多都是发生在5到10月 而且这时候的案件 也占了全年的8成左右 以冷气滴水的这个方面来说 夏天确实会比较频繁 一般街道确实是 老旧公寓占多数啦 但有些新型的还是会有 如果说它未在场的话 我们这是还是依开立签讨单的方式啦 对对对会投资在它的信箱内 环保局人员架设噪音量测仪器 依照规定必须在场所或设施 所管理的所有范围为界限 也就是一旦这栋建筑物被投诉有噪音 机查人员必须在财产范围作为界限量测 或是到全其民众的家中 比如刚刚有提到的是冷吹水塔 或者是排风扇等等的部分去做判定 然后再来去要去判定该区域 噪音源的区域 它是属于土地使用分区的哪一类 因为它有一到四类 有住宅区 商业区 还有工业区 但噪音源必须排除原有的背景音 扣除后如果没有超过标准值 也就不需要开立劝导单 租客有时候可能就觉得说 这不是我的这个设备 我没办法处理 那房东也不住在这 所以常常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产生了 邻居也去反应 可是却无人处理的一个状况 要改善就必须有对象 因此民众陈勤时 最好已经明确知道噪音源 以便环保局人员上门机查 更有效率解决 不少民众找不到人 常常就找上里长帮忙 那第二步通常我们会约双方 一起约一个时间 大家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然后也同时请双方都能约一下自己 熟视的这个冷气的厂商 或者是这个水电师服 一起来帮忙看一下 这些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去排除解决 大部分里长出马都能让双方达成和解 找到解决方法 尤其老旧社区因为距离近 也没有预先规划 比较容易发生 毕竟正值夏天使用冷气的同时 也可以检查一下 避免造成邻居之间的不愉快 TVBS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 才会报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